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德國說再見了 親自用手機拍照 記錄下慕尼黑 萊比錫 法蘭克福等城市每一個角落 藝人謝忻日前到德國 挑戰柏林馬拉松 想順道拍攝路邊店家 卻遇到老闆把他手機搶走 我就趕快用英文跟他解釋說 我沒有拍到裡面的人 我只是在拍街景 突然賣咖啡的這個店員 就直接把我的手機這樣搶走 把我手機裡面的影片刪掉 開直播還原事發經過 他解釋只是想記錄 禮拜天超市營業狀況 明明沒有拍到人 但老闆還是不理會 我就跟他大叫說 還我的手機 不然我要叫911 還要叫警察 他們就是可能嚇到 所以我就直接在他們 愣住的那個當下 我就把手機搶回來 不過到歐洲旅遊 的確有許多拍照禁忌 像是義大利著名的海濱城市 波托菲諾就有規定 在特定區域停車欣賞 海岸警官必須付費 英國倫敦塔禁止自拍 至於國人旅遊首選日本 當地拍照禁忌也不少 想在日本街道上拍攝風景 要留意別拍到路人的臉 或是到神社參拜 不能從建築物正前方拍 而是要從斜角度拍照 更要避開照到神職人員的臉 否則會被視為大不盡的行為 到餐廳消費 別只顧拍照 不專心吃美食 拍照焦點也只要放在食物上 拍到店警或店員都要詢問過 比較有禮貌 一些小朋友的行為舉動很可愛 當你要拿起手機要拍之前 你必須要告知人家的家長 不然會引起很大的糾紛 認為說你有另一種意圖 民眾出發前不妨多做功課 被當地人好心提醒事小 要是遇到情緒較偏激的人 恐怕增加更多困擾 華視新聞續的李季廷台被採訪報導 哈囉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